同样是五谷的消息要带您看到的是在成泰路二段91项这边的坑口公园 之前蔡淑君议员特别邀请了市府相关单位到场来会刊 主要就是针对公园的不友善环境 希望这个市府能够进行改善 而日前议员特别再度来到了坑口公园 听取市府相关人员的施工改善计划 那么议员除了针对工程给予一些施工的意见之外 另外还一一的点出了公园其他的潜藏危机 要求市府要一并改善 五谷城泰路二段91项这里的坑口公园 在市医员蔡淑君邀请相关单位会刊时 针对公园内部友善环境要求市府人员进行改善 日前再度到现场听取市府改善计划 并且给予施工单位意见 希望将隐藏的许多潜在危机能够全面改善 与此同时在公园的另一侧也有座公园 同样对来到这里休闲的年长者 在使用上都造成许多不变和危机 议员也要求与坑口公园一并改善 很感谢我们蔡淑君议员 要来帮我们五谷帮忙做这个亲口公园 这也是咖啡都在这里头上 他也特别跟咖啡说这里要跟咖啡做好 因为这里也都很久了 都冠冠架架架 都不方便让老人走 所以他这次跟我们说是十二月以前一定要跟咖啡做得好 今天会看呢就会看我们五谷里的坑口公园有两侧 那今天是来看我们规划的设计图 那因为这个位置呢民众也在反映 是坑口公园的一个侧边 那一样今天我们就一样并安并安做处理 那只是希望打造说在这个地方 虽然是人侧拥挤的一个环境 也希望老人家有一个休闲的一个去处 公园改善工程预计在年底前完工 里长及地方民众都非常感谢议员的协助 修缮之后也可以让附近民众 能有一个安全舒适的休闲空间 同时也为地方打造一处良好的生活环境 永迦乐记者五谷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